臺灣人愛吃鍋 無論春夏秋冬都要來上一晚 不過近日竹北卻有火鍋店員工 爆料自家廚房衛生得看唷 綠色砧板上密密麻麻全是黑色斑點 前員工爆料 位於新竹知名連鎖火鍋店 廚房砧板嚴重發霉 店內的生食蔬菜及肉品 全都在發霉砧板上料理 誇張的還在後頭 滿滿的蔬菜冷凍食品 都沒標示保存期限 前員工指控店家還置製到貨標籤 以便隨時更換日期 有些肉品放到結霜照樣端上桌 更是要求員工將餐點擺盤花葉 清洗後重複使用 種種行為連自家員工也看不下去 我們每天進貨進來 我們都會當日確認所有的食材的品質 確認完之後我們會貼 就是當日進貨的日期 當事人他可能不太了解這個狀況吧 業者出面駁斥解釋標籤用途 這家火鍋店在新竹小有名氣陸續在台中台北插旗 目前全台共有五間分店 如今陷入食安危機 也讓店家形象大受打擊 對他是從二樓拿然後刻意去換髒的砧板 然後還去把最髒的那一面去放到桌面上來拍攝 那並非我們正常使用的砧板 衛生局在五號前往機查 以責令業者將常員工訓練 並將相關廚具太舊換新 無論是否為前員工刻意抹黑 廚房內部消費者看不見 業者得嚴格自我把關才能留住消費者的心 3D新聞 消耗疫區 烙雲 新竹 採訪報導